你给他讲 阳奉阴违 老师就解决到了 对他要有分寸 犯小故事不讲 不给人结怨处 他如果有产生怨恨 怨恨将来 他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后避给他接运 让他生欢喜喜 慢慢跟着学习 时间长了 也许他会救 菩提心不法 你是凡夫 你出不了六道 出不了十法界 菩提心也法 不但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了 所以大臣的基本条件 头一个就是发菩提心 菩提心不法 不是大臣 可是 怎么尽重法门 是大臣教 不法菩提心 念一辈子佛 不能往生 这个关系重要了 怎么知道呢 你看 这个经上 三倍往生 往生正因 这年平里面所讲的 无论是上倍 中倍下倍 乃至你修学其他法门 此周法事 阔畔定得为一心三昧 任何法门 你只用这个菩提心去修 将这个功德 回向求生 进度 通通通得生 极乐世界 法门广大 没有偏见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那就是修学其他宗教 你只要临终 把修学功德 回向求生 进度 全都能去 真了不起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要学 学用大慈悲心 出世在人间 这个心地 常常要犯行 清静不清静 什么叫不清静 离头还有气情无欲 就不清静 平不平等 离头还有高下 就不平等 不清静 不平等 你就带着迷 你就不去 由此可知 古德江的 禁书不可不读 特别是佛的禁书 为什么呢 只有常常读禁 常常听讲 大家在一起分享 互相迷离 把我们的菩提心 找出来 这个东西重要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这是三倍往生 必须的条件 你看下倍 中倍 上倍 统统都是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所以菩提心 不发 不行 那我们有时候看到 很多些老太婆 老阿公 念佛 正往生了 走的时候 不锐向西游 欲知识知 站着走 坐着走的 没有 他不知道 什么叫菩提心 你问他不知道 他只会 你阿弥陀佛 他不知道 什么叫菩提心 细心观察 他的 奇心动力 待人皆无 他真有菩提心 他对待人 真的是平等 真是慈悲 你细心就观察 你就发现了 你问他什么菩提心 他不懂 他不知道 什么叫菩提心 他真是用真心 诚恳心待人 所以他能往生 你细心观察 往生的人 他有没有傲慢 他有没有自以为是 有这种心的人 不能往生 念佛念得再好 都去不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 我们要 把这些 毛病 习气 统统放下 这一让啊 要常常反省 细心就观察 我待人 接我 有没有这些毛病 毛病有 自己发现不了 人家也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 告诉你 你不接受 就给你接冤仇了 后面告诉你 老师对学生 都不告诉你 我在台中 跟李老师审恋 我看到 老师对学生 有的学生 老师对得很凶 有打有骂 有些学生 老师对得很客气 犯什么过错 提都不提 我们看得奇怪 时间久了 怀疑 这个怀疑被老师看出来了 没有人的时候 他找我 跟我讲 你看到是不是有怀疑 是有 什么人应该讲 什么人不应该讲 能接受的应该讲 讲到什么程度 要知道 他能接受的 什么程度 这就关机 这是学问 这是功夫 真肯学的 真听话的 对老师真恭敬的 真教 没有到这个程度 你给他讲 阳奉阴伟 老师就警觉到了 对他要有分寸 犯小过士不讲 不给人接怨处 他如果有产生怨恨 怨恨将来 他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后必给他接怨 让他身怨细心 慢慢跟着学习 时间长了 也许他会救 所以这个度化众生 且记 且礼 即使根基 一定要知道 佛度 又有缘人 那个真的好学生 对老师真的有恭敬 打都打不走 那怎么会走呢 那个老师就一定要认真教他 说几句很不高兴的 老师不回礼他 再不说他了 就我们看到老师跟这些学生不同的待遇 这才明了 应该要学习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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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